在這個高雄四百五十公里的 棟山道 有山路山 貝殼山 在這個島上 這個市場有兩百多種 椒仔 糖 也只有兩百種 新台可以說是加上櫃 雖然這裡是國家公園 不過只有海巡的阿彬高 還有新台的研究人員可以去 一般的人是沒什麼機會親近 現在頭過兒章頭 我們做回來去看 對台灣本土出發 一六點鐘的行程 會看到棟山道 不過因為寬舊的地形 大型的順滑度庫君 要換修准才有法度來進化 本來這個位置 不是一千八百棟 現在坐二十棟的順風天 經過幾分鐘 將有到棟山 它是棟山君都 由它的多數 也是南海最大的多數 無山 無河 也無投用 全部都是白色的東西 地形算比較多 棟山實在不錯 現在海巡接管這個 船部集合 到上的建築不都是白色 東沙漁民服務站 是島內第一個 掛上門牌的建築物 不過現在少了對漁民的服務 反而成為海洋 環境研究的據點 既民服務站專程研究人員 躲在空間 主修黨所要的 上百尾海巡河邊 和海關處人員 想要靠海水淡化粥 導致供我們的弟兄飲用 要喝水 要靠我們 島上的水煮 非常尊貴 沖流電池的電池 依然有發電池 可以應付一百多人需要 海警有夠水 如果天和白色的 山坡豐富的海洋 生態像人間生見一樣 但是美警想要拿走一般 UK非常困難 當順便的國家公園 設立只要五年 也就是到民國一百公園 之前要飛學 學有的生態 不可以對外開放 海關處表示 經過民國水淡化粥的空間 地區沒辦法應付這麼多 觀光人條來這裡 對外面看見 日頭路線美景有夠水 民眾如果想要親身來這裡 要再等一站 去這裡綜合報道